週二 梵蒂章開庭審理了一起大規模的詐騙案 被召包托了前梵蒂章的第三號主教 來看報導 主要被告貝丘舒基主教 同時也是梵蒂章的金融家 律師 和前梵蒂章銀行行長 他和另外9人被控在投資案中挪用信徒捐款 洗錢 詐騙勒索以及濫用職權 雖然是全球最小的國家 但梵蒂章在世界各地的豪華街區擁有超過數千處房地產 此次教廷在倫敦等地投資豪華建築的大規模詐騙案 導致教廷遭受了數百萬歐元的損失 評論認為 此案開審將是梵蒂章維持經濟事務公信力的一個轉折點 貝丘已經於去年被革職 梵蒂章的資金管理權也已經從國務秘書處 轉移到宗座財產管理局 說明را紀錄到現在是梵蒂章維持消息 電視獨立的優彈